如果你的女朋友被人强奸了 你会去亲手杀死那个家伙吗 还是会将他给抛弃 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对于这个问题 1988年本夕的秦家明有自己的回答 为此他制造了217特大持枪杀人案 连杀8人 杀了强奸犯的全家 1988年2月11号 位于沈丹铁甲县63公里处的铁路桥道口房里 突然传出了冲锋枪的扫射声 哒哒哒哒哒 两名守桥武警和一名铁路工人 一瞬间倒在了血泊之中 武警携带了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丢失 由此拉开了217本夕特大持枪杀人案的序幕 这个铁路道口非常偏僻 根本没有人听到这阵枪声 几个小时之后 换港的武警战士进入房内 这才发现凶暗现场 立即向上级汇报 武警方面立即通知警方 大批警察迅速赶赴现场 经过现场初步侦查 这显然是一起恶性持枪杀人案 通过对现场的仔细研究 警方发现了四个异常的情况 第一 两名武警和一名铁路工人 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人开枪打死的 在中枪前 他们同开枪的歹徒没有任何搏斗 铁路工人死亡之时 手中还拿着抽了一半的香烟 第二 兴凶的凶器 竟然就是两名首桥武警携带的 五六式冲锋枪 根据现场找到的弹头 基本可以确定 受害武警是被自己的冲锋枪给打死的 也就是说 歹徒首先抢起了武警的冲锋枪 然后开枪将他们全部杀害 第三 歹徒使用的是自己带来的子弹 大家都知道 在1988年 武警站岗只是一种形式 武警的五六式冲锋枪是空枪 弹匣里面没有子弹 而歹徒至少打了五枪以上 显然子弹是他自己带来的 第四 歹徒和武警似乎认识 根据歹徒开枪距离估算 他同死者距离不够几米远 正常来说 武警站岗期间 多少是有些警惕的 不可能让陌生人随便走到身边 更别说抢劫武器 虽然武警手持的是空枪 但是枪上有刺刀 两个武警和一个铁路工人 均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根据现场脚印分析 歹徒是一个人 一个歹徒即便持刀 想要制服三个人 还有缓慢的装上子弹 然后开枪将他们打死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 唯一可能就是 歹徒是武警 或者铁路工人的熟人 歹徒是趁他们不备 突然发动袭击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除了这些推论之外 现场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这个铁道口太偏僻了 不存在目击者 甚至没有人听到枪声 经过一天走访周边的村庄 警方毫无收获 警方根据经验判断 歹徒既然抢进了冲锋枪 恐怕还会作案 但是现在风头正紧 歹徒一般会隐藏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了 再伺机作案 这支五六式冲锋枪 很可能会被隐藏起来 甚至埋在地下几个月 然后才会重见天日 让警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铁路桥道口房特大枪杀案 发生的第二天 这把五六式冲锋枪 就又见血了 第二天 也就是2月12号晚上12点 本西东分大桥 临街的一所民房里面 突然传来几声枪声 碰碰碰 此时是东北的寒夜 路上基本没有行人 没有几个人听到枪声 还有四天就要过年了 附近到处都在燃放鞭炮 枪声被周边群众误认为是放炮 都没有在意 但是13号凌晨4点 这家民房内又传来几声枪响 碰碰碰 凌晨4点 所有人都入睡了 不会有人在这时候放鞭炮 枪声顿时震醒了几家邻居 13号凌晨5点 有一个群众惊慌报警 说在昨天晚上 响枪的居民门口 发现了一具横卧在地上的男尸 这个群众被枪声惊醒之后 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咬牙出门查看 看到这个人倒在地上 群众还以为是谁喝多了 上去要拉他 走到男尸旁边 他突然发现地上已经冻结的 大片的血液 吓得仰天跌倒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飞速赶到现场 立即惊呆了 这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 大门紧闭 一具年老的男尸 倒在门口 已经死去多时 死亡的老人年纪很大 头发已经全白 胸部棉袄上 有一个很明显的子弹 贯穿的痕迹 糟了 是持枪杀人抢劫案 这会人家被人抢了 歹徒走了没有 几个民警 小心翼翼地翻入院子 立即发现院子里面 还有两具男尸 死者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其中一名死者 绑大腰圆 看起来相当强壮 但是他死的却非常惨 头部中弹 脑僵泵裂 房间内的情况不明 持枪歹徒很可能还在屋内 民警只有一把手枪 暂时没有发动强攻 半个小时之内 大批民警增援赶到 这才破门而入 民房之中早已经人去悟空 只留下了一男一女 两具尸体 屋内两个受害者 年纪较大 有五十多岁 看起来似乎是一对老夫妻 小小的民房内 一共死了五个人 警方经过仔细勘察 发现这五个人 都是被五六式冲锋枪打死的 根据子弹痕迹比对 确认他们都是死于 道口武警被抢的那把冲锋枪 至此这把冲锋枪 已经连续夺走了八条性命 绝对是极其重大的 射枪杀人案件 警方走访邻居 陆续确定了五名死者的身份 屋内被杀的两个老人 是一对夫妻 老头子姓左是户主 院内被杀的两个年轻人 镖形大汉是左家的徒子 另一个比较瘦弱的 则是街上邻居家的孩子 门口的老年男师 则是对门邻居家的老爷子 警方对现场仔细勘察 却越看越奇怪 屋内左家老夫妻 和院子之中的年轻邻居 都是在十二号晚上 十二点被击毙的 奇怪的是 院中的左家独子 和门口的老人 则是十三日凌晨四点 被打死的 他们的死亡时间 前后相差四个小时之多 根据民房中痕迹的情况 在杀死左家老两口 和年轻邻居以后 歹徒竟然没有逃走 而是在炕上睡了四个小时 还吃了东西 等到左家独子回来之后 歹徒又开枪 将他和老年邻居打死 不用说 这自然极其违法常理 正常来说 歹徒持枪 在居民区杀人以后 肯定会立即逃窜 枪声和鞭炮声 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当年是1988年 东北全民皆兵时代 刚刚过去没多久 即便是本西 成年男性参军 或者当过民兵的众多 很多人能够分辨出来枪声 如果12点的内阵枪声 被人识别出来报警 歹徒根本就无法逃走 极为危险 那么歹徒为什么 敢于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 在作案现场 停留长达四个多小时呢 更为奇怪的是 根据邻居反映 左家除了老两口和独生子以外 还有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 名叫左雪梅 邻居大巴告诉警方 左雪梅是本西二药厂的工人 警方立即打电话 去二药厂询问 药厂说 左雪梅昨天没有住在宿舍 应该是回家了 那么左雪梅现在在哪里呢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邻居们一致认为 左家的其他三人遇害 左雪梅却不知去向 很可能是杀人 劫色案件 左雪梅是本西有名的美女 估计某个歹徒贪图她的美色 将她全家杀了 然后抢走她 做压寨夫人去了 民警对于这些邻居的说法 难以置信 邻居们却深信不疑 一个刚搬进来没多久的大嫂说 民警同志 我们真没瞎说 我要是个男人 说不定也能做出这种事 这个左雪梅真是太漂亮了 我和妹妹搬过来没几天 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 我正在脱衣服 突然妹妹跑过来对我说 你快来看 有个女的好漂亮 我跟着她走进浴室 看到一个女孩正在洗浴 那个身材 那个长相 真是让我羡慕的 说不出话来 旁边一个大妈看见我们傻笑 笑着说 她就是左雪梅 本西一枝花 名不虚传吧 我妹妹在旁边 喃喃的说 这么个大美人 不知道哪个男人才有这种福气销售呢 民警们将近将一之时 这边的法医又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首先 除了左家人以外 其他两个邻居只是中了一枪 最后中枪的那老大爷 甚至没有受到致命伤 失血过多 加上年纪太大 他无力挣扎 这才被活活冻死的 但是左家三人则不同 人人都被打了好几枪 看来 歹徒打倒他们以后都补了枪 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其次 左家老头子重弹非常多 超出场里 除了胸部 中了一枪以外 老头子 头部也中了一枪 子弹是从嘴部射入的 口腔内有火药灼烧的痕迹 看来 白头是将枪管伸入老头的口中之后 这才开的枪 更为可怕的是 老头的当部被连打三枪 搞完被子弹打得粉碎 事后验尸表明老头搞完被打碎时 应该还没有断气 这是多么可怕的痛苦啊 歹徒的手段如此凶残 似乎同老头有什么刻骨仇恨 最后走访邻居表明 左家三人的脾气都不好 尤其是老头子经常骂人 但是同邻居也没有太大的矛盾 照常理来说 不太有可能有人去杀他们全家 手段还如此凶残 至于左家儿子在单位虽然也是属于刺头 却也不存在要杀他的仇人 这又是一起无头案 更为重要的是 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 当地政府一再强调 必须保证春节社会秩序稳定 在这个结果眼儿 却发生如此大的案子 警方受到的压力之大 不言而喻 专案组很快成立了 有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白云涛 亲自发帅 不过警方的线索却不多 歹徒如何搞到子弹的 不清楚 歹徒是什么人并不清楚 女孩左雪梅被歹徒劫持到了哪里去 更不知道 几天过去了 到了2月17号 还是毫无线索 意向不到的是 左雪梅的几个女工友 突然主动找到警方 说他们知道是谁杀害劫持了左雪梅 几个女孩一致认为 铁路本系车务段工人秦家明 有重大作案协议 他们告诉警方 很可能是秦家明 因追求左雪梅被拒绝 绑架了左雪梅 并且杀害了他的全家 秦家明 本来是左雪梅的男朋友 长相较为英俊 但是性格急躁 冲动 行事偏激 女孩告诉警方 秦家明和左雪梅 谈恋爱期间 几次分手 几次又复合 每次都闹得不可开交 一次 秦家明带着一把血量的匕首 去宿室找左雪梅 说如果他不同意复合 就当场自杀 死在他的面前 女孩说 当时几个人都在宿室 亲眼看到秦家明 用匕首朝自己身上一次 血就出来了 左雪梅急得没有办法 才同意和他复合 几个女孩都吓得半死 后来见了秦家明就回避 看都不敢看他 女孩们认为 秦家明可能最近又被租雪梅拒绝 一怒之下杀了左家全家 一个女孩还哭着说 小梅子半蠢又善良 我们都喜欢他 他肯定被秦家明这个家伙 绑架到了哪里 活活害死了 你们一定要抓住他 替小梅子报仇 专案组将信将疑 还是花了几天时间 调查了秦家明的背景 果然很快有了收获 这几天 秦家明没有去工厂 参加春节加班 不知去向 不过工厂表示 现在是新年放假期间 工人是否来工厂 加班属于自愿 秦家明不来工厂 也属于正常现象 车间主任听说警方 怀疑秦家明杀人 立即说不可能 秦家明这小伙子呀 脾气 是不太好 但是人品不错 在工厂这几年呢 他都安分守己 乐于助人 从没做过什么坏事的 他这种人 肯定不会因为谈恋爱失败 就去杀人全家 绝对不可能啊 秦家明现在在哪里呢 专案组一时找不到 接近今年各大单位都已经放假 警方调查走访都很困难 还是毫无线索 在专案组心急如焚之时 突然情况有所转变 17号中午12点 本夕偏领乡 供销社营业员曹忠臣 主动向警方报案 我的好友秦家明 可能持枪 杀害了左家老两口 偏领乡公安派出所所长 马云鹏立即找到曹忠臣询问 曹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曹忠臣和秦家明是非常好的朋友 从小一起玩到大 秦家明人品不错 学习工作也比较认真 缺点是性格固执偏激 做事认死礼一根筋 曹忠臣认为秦家明之前都非常正常 直到认识左雪梅才发生巨大的变化 左雪梅是本西人 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弃婴 东北人多喜欢儿女齐全 左家老两口当年只有一个儿子 没有女儿就将他收养了 左雪梅长大以后长得异常漂亮 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段有身段 而且他的性格温柔贤淑 女人味十足 是当地有名的一个美女 号称本西一枝花 在一次工厂聚会之中 秦家明意外地遇到了左雪梅 对他一见钟情 展开了感情攻势 左雪梅却多次拒绝他的追求 这让秦家明非常懊恼 秦家明曾对曹忠臣说 我明显感觉到左雪梅是爱我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老是拒绝和我继续接触 曹忠臣问 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呀 秦家明回答说 绝对没有 说起来他也挺奇怪的 这么多男人追他 少说有十几个 他却一个都不搭理 很多人说他是眼光高 想找个有钱有势的 我和他接触以后 才发觉不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心眼很实的女孩 思想很单纯 根本不是屈炎覆势的人 几个月后 虽然左雪梅刻意地保持 和秦家明的距离 但是爱情来了 谁也挡不住 两个人逐步陷入了热恋 热恋之中的秦家明 非常激动和幸福 把所有的喜悦 都告诉了好友曹忠臣 曹也为好友感到高兴 一天 秦家明突然哭丧着脸 找曹忠臣喝酒 曹忠臣问 出什么事了 秦家明说 小梅子突然说同我分手 拒绝和我再见面 曹忠臣劝他 哪里没有好童姑娘呢 他不喜欢你就算了吧 你再找一个好的 不是的 他很爱我 绝对不是感情的问题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 我感觉的出来 我一定要搞清楚 他如果不说 我就自杀 死在他的面前 曹忠臣非常吃惊 再三劝告好友 但是秦家明不为所动 几天之后 曹忠臣发现秦家明 又和左雪梅走在一起 但是情绪却有着 180度的大转变 本来秦家明是一个 性格直爽的东北汉子 还颇有幽默感 经常说几个笑话 现在的秦家明 却是满脸杀气腾腾 有一种遏制不住的狂怒 曹忠臣觉得很奇怪 既然秦家明 同左雪梅和好了 干嘛还这样 没有道理呀 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互相没有隐私 随后的几次喝酒之中 曹忠臣问了几次 秦家明却一句不说 曹忠臣明白好友的个性 也就不再问了 直到案发前不到一个月 秦家明终于向曹忠臣 说清楚了前因后果 作为一个弃儿 左雪梅才毫无血缘关系的左家 生活一直很困难 因为是来历不明的弃英 左母认为 她肯定是谁偷情生下的孩子 经常骂小梅子 是孽种不要脸的狐狸精生的 左小梅从小就经常受到继父母的打骂 又被哥哥欺负 她只能忍受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 她一点一点的长大 到了16岁就已经非常漂亮 她的美丽非同凡响 几个邻居小伙子都在苦苦的追求她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美貌却带来了厄运 根据左雪梅的说法 在16岁的一个晚上 她的养父老左 趁着老婆和儿子出门窜亲戚的机会 爬上了她的炕 用暴力强奸了她 由于长期的机危 事后左雪梅不敢声张 只向回家的继母说了这件事 继母听完之后 同继父大吵了一下 但是事后继母对此不管不问 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随后继父又多次 趁着继母不在家的机会 将她强奸 继母明明知道 却装作没有看见 左雪梅无奈之下 只能又向养兄哭诉了这件事 谁知道养兄却力声呵斥 让她不要乱说造谣 不然就打她 继父更是恐吓她 该说出去就杀了她 16岁的左雪梅只是一个小女孩 举目无亲 只能天天流泪哭泣 饱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揉炼 随后两年 她还是不断的遭受继父的强奸 只要她抵抗就会被殴打 继母和哥哥两人对此根本无事 到18岁能够工作了 左雪梅就赶快逃离这个地狱 去本西二药厂做了工人 住到了宿舍之中 但是继父还在继续纠缠她 不断让她回家住 还不允许她认识男朋友 不然就杀了她和她的男朋友 因为这些经历 左雪梅虽然非常爱秦家明 但是却始终不敢和她真正的交往 怕会害了她 在发现自己捅秦家明 已经陷入热恋之后 左雪梅又断然决定和她不再来往 直到秦家明找到左雪梅 拿着匕首对准刺激胸口 以死相逼 左才含泪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曹中臣听完以后 当场惊呆 过了半天才问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秦家明咬牙切齿的说 那个老畜生 还不让小梅子和我谈恋爱 也不允许我们结婚 他说 如果我敢去她家提亲 就让她儿子打断我的腿 要我的命 我跟他们拼了 曹中臣赶忙劝她 算了 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小梅子既然有这些事 你不如和她分手 再找一个吧 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秦家明却说 这辈子除了小梅子 我是不会娶别人的 曹中臣说 那你们就赶快结婚吧 不要再本息了 去别的地方 以后你们也别跟左家来往了 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秦家明却转着双拳说 不行 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这个老畜生 还有她的老婆儿子 做了这么多坏事 我一定要报复 小梅子 受他们欺辱这么多年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定要他们好看 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曹中臣很明白好友的脾气 知道他敢说敢做 只能苦苦相劝 过了一个多月 秦家明那边也没有什么动静 曹中臣自我宽慰地认为 也许他就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17号上午 曹中臣突然接到 秦家明二哥电话 说秦家明很可能出事了 曹中臣非常着急 立即向秦家明的二哥家里跑去 刚走到门口 他遇到了秦家明 和左雪梅两个人走出来 见到两个人面如死灰 神色慌张 曹中臣知道事情不对 立即大声询问 怎么回事 秦家明面无表情地说 三子 我杀人了 同时 他撩起大衣 露出了一支冲锋枪 这两个人不会是好兄弟 刚一见面 秦家明就将对二哥都没有告诉的秘密 告诉给了他 曹中臣说 杀人了 是不是杀了左家的人 秦家明点了点头 曹中臣还是不敢相信 他转身 严厉地质问左雪梅 你说 他说的是真的吗 左雪梅点了点头说 是真的 顿时 曹中臣 斜往上涌 伸手 打了左雪梅两个耳光 妈的 这都是你招惹的 是你害了他 左雪梅捂着脸 蹲在地上 哭了起来 秦家明在旁边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过了几分钟 曹中臣冷静下来 劝秦家明主动去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你杀了人 还往哪里跑啊 还是去自首吧 说不定能从轻处罚 秦家明却说 我不是杀了一个人 我杀了七八个人 就算自首 我也是死路一条了 我和小梅子走了 能活一天 是一天 三子 这个东西 你帮我交给我的爸妈 说我对不起他们 秦家明 交给曹中臣 一份长达二十一页的遗书 这是早在半个月前 就已经写好的 最后 秦家明和左雪梅两个人 一前一后的走了 曹中臣回到家里 左思又想几个小时 觉得这件事情太大 秦家明杀人 而且杀了七八个 这是惊天大案 迟早会被抓住的 按照当时的法律 曹中臣如果知情不报 肯定也要连带坐牢 到了这个地步 曹中臣也指头自保 就打电话 报了警 警方检查了秦家明的遗书 里面主要写他和左雪梅 感情很深 却因他被左腹长期 牵引霸占虐待 导致两人无法真正结合 秦家明发誓 一定会杀了左家满门 然后和左雪梅亡命天涯 直到被捉住那天为止 至此 秦家明杀人已经最正确凿 实际上 早在一个月前 也就是秦家明对曹中臣 表示会杀人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筹划 杀死左家满门 只是左家人并不好对付 左家的老头子年纪较大 仍然身强力壮 年轻的时候 是有名的摔跤手 即便现在老了 一般小伙子也打不过他 邻居们都怕他 至于他的儿子 更是一个标行大汉 在单位里面 是有名的刺头 没有人敢招惹 甚至 左家老娘们 也是一个一米七的大个子 通邻居吵架的时候 他也能挥着菜刀 堵住人家的门 秦家明相貌英俊 但是身体消瘦 个子不高 力气不大 根本对付不了这三个人 说难听的 秦家明就算拿一把砍刀 冲进左家 怕是被他们三个人 先直接剁了 自身难保 还谈什么报仇呢 所以秦家明只得考虑 搞一支枪来作案 身处关外的本息 和关内不同 这里曾经长期开展民兵运动 民间有很多枪支弹药 连生产大队都曾经有枪戒库 从1983年 政府开始收缴武器 军用枪支大多都收了上去 弹药却仍然广泛的散布在民间 秦家明当过民兵 曾私藏了八十多发 七点六二毫米冲锋枪子弹 弹药不是问题 不过 他却很难合法的搞到枪支 反复思考之后 秦家明将视线放到了深丹铁甲县 63公里处的铁道桥道口房里 秦家明本人是铁路工人 因为工作关系 同这个铁路道口的知行武警 非常熟悉 经常一起吹牛 秦家明知道 武警有一支五六式冲锋枪 但是没有子弹 这是一个好机会 秦家明对枪支有兴趣 之前曾多次去道口值班室 借武警的空枪玩耍 武警早已不当回事 反正是空枪给他玩玩 也不会出事 于是 在二月十一号晚上 秦家明决定对武警们下手 他偷偷将八十多发子弹 藏在身上 来到这个道口 当班的两个武警是他的老乡时 三个人很快吹起牛来 其间 一个铁路工人 寻道路过来的时候 也进来一起抽烟闲扯 其间 秦家明再次提出要摸摸枪 枪里并没有子弹 秦家明又是熟人 武警根本没有地方 顺手将枪交给了他 秦家明偷偷的给弹匣 装上了满满三十发的子弹 突然 调转枪口 对准 这三人扫射 打打打打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两个武警和一个铁路工人 瞬间中弹 全部死亡 那个铁路工人中弹时 手中还掐着吸了一半的香烟 原有头 债有主 秦家明为什么要杀死 还有一些交情的武警呢 根据秦家明事后交代 他本不想杀死武警 不过他的目的是杀左家 全家报复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搞定的 如果不杀死武警 而且偷枪或者抢枪 就不能长时间的将枪带走 武警只要一报警 估计几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被抓住 无法报仇 此事的秦家明 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 哪里还会考虑很多呢 最终他决心干脆的杀了 无辜的武警灭口 杀死这三个人以后 秦家明将可以折叠的冲锋枪 藏在大衣下 将剩余的子弹 缠在腰间 离开了道口 秦家明先去工厂 找到了左雪梅 说道 我现在去杀了两个老畜生 和他们的儿子 你敢不敢去 左雪梅咬牙说敢 两个人冒雪来到了左家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 左家的儿子出门喝酒 并不在家 只有老夫妻和邻居的一个孩子 在家打牌 秦家明让左雪梅用钥匙打开院子 然后冲进院子之中 一脚踢开平房的屋门 炕上的三个人 看到拿着冲锋枪的秦家明 都惊得目瞪口呆 碰 秦家明先是一枪撂倒了 靠近门的左母 随后又一枪打倒了左腹 见左腹倒在地上 还在喘气 秦家明怒火难消 他用冲锋枪对准他的裤裆 连射三枪 打烂了他的睾丸 就这样 他还不解恨 秦家明又将枪管伸入他的嘴里 开了一枪 将他彻底打死 杀完左家老两口之后 秦家明发信 左家儿子不在 他对左雪梅说道 你那个混蛋哥哥不在 不能放过他 我们在这里 等他回来 炕上那个年轻的邻居 一心吓得贪倒不能动弹 左雪梅心软 求情说道 不关这个邻居的事 让他走吧 秦家明红着眼睛说 你放他走 他马上就会去报警 我们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死 只能杀了 听到这句话 那个邻居慌忙爬起来 冲到院子里面 试图逃走 可惜啊 人哪里能够跑过子弹呢 秦家明对他后背 打了一枪 将他打倒在院子里 随后 秦家明还怕左母不死 又对准他的心脏 补了一枪 正常来说 杀了人以后 枪声很可能会被人听见 应该立即逃走 但是秦家明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 只是希望死前 能够将仇人全部杀光 根本不会离开 秦家明和左雪梅两个人 就坐在炕上 等左家儿子回来 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多 秦家明才听到 开院门的钥匙声 左家的儿子带着酒气 摇摇晃晃 回来了 刚走到院子里面 他就看见了一具尸体 喝酒喝得太多了 左家儿子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 愣愣的站着发呆 砰 秦家明射来一发子弹 准确的击中 左家儿子的额头 将他打得脑浆崩裂 秦家明怕他不死 又对着他的头上 碰碰碰 补了两枪 见杀了这么多人 秦家明这才说 这下子 我这口气 才出了 随后两个人 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 逃出了左家 没想到 刚刚走到门口 突然遇到一个高大的人影 拦着门口 见有人拦路 秦家明以为是来抓捕的民警 抬手就是一枪 其实黑影只是对门的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年纪大 睡眠不好 凌晨四点多 枪声响起的时候 他已经醒了 在老人小的时候 东北整天打仗 胡子经常来骚扰 老人对枪声很是熟悉 知道这不是放鞭炮 听到枪声以后 热心的老人来查看 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莫名其妙的送了命 两个人逃走以后 先是去秦家明的二哥家 借助到初一 发现两个人神情不对 秦家明的二哥再三询问 出了什么事 秦家明一句不说 连饺子都不吃 急忙带着左雪梅走了 他的二哥 焦急之下 这才打电话 给曹忠臣说出事了 案情很清楚了 关键在于 现在的秦家明逃到哪里去了呢 专案组分析 有三种可能 一是秦家明 可能逃向本西偏领乡 松树台村 乘十四点的火车外逃 二是可能在松树台村的一个哥哥家 暂时躲避 三是前回偏领乡中 寨子村的老家亲戚处 暂时躲藏 专案组一面封锁火车站 一面派人去松树台村 秦家明的哥哥家抓捕 一面派人去中寨子村老家调查 很快 前两路都有反馈 火车站和秦家明的哥哥家 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 秦家明回到中寨子村老家了 警方派人暗访中寨子村 将他的直系亲属家 全部摸擦了一遍 毫无收获 害怕打草惊蛇 警方命令便衣 先撤出村来 奇怪 秦家明去了哪里呢 秦家明不会已经外逃 离开辽宁了吧 这家伙身上带着冲锋箱 又有八条人命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为此 专案组上下几位交集 心急如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暗现又有了重大突破 有的人将警方报告 说秦家明刚刚携带枪尸 回到中寨村老家 报警人叫做刘俊义 本村农民 退伍军人 鸡干民兵 是秦家明的远方亲戚 也是他儿时的好朋友 秦家明前回中寨子村之后 没有去舅舅家 也没有去姑姑家 而是走进了刘俊义家 为什么选择刘俊义家呢 这是秦家明的聪明之处 他知道警察很可能去直系亲戚家去抓捕 去舅舅家和姑姑家都不安全 而刘俊义是他远方飙扫的儿子 不是直系亲属 警方一时半会儿 怀疑不到这里 而且刘又是鸡干民兵 更不容易被怀疑 最重要的是 秦家明认为 刘俊义是他儿时的好朋友 非常可靠 绝对不会出卖他 刘大明在这里说一句话 如果有谁认为 特别了解一个人 最终他都会吃了这个人大亏 当天下午三点 刘俊义回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秦家明和左卷梅 坐在自己家新屋的炕上 旁边还赫然 有一把带刺刀的冲锋枪 刘俊义吃惊的问 你们从哪里来呀 秦家明说 我们从家里来 我们刚上山打兔子 枪描高了 没打着兔子 却把一个打柴的人的脚给打伤了 我们就绕道到这里躲一躲 跑得太乏了 睡一宿觉再走 刘俊义不治草包 顿感怀疑 哪有大连出衣 上山打柴的 看看秦家明 两只血红的眼睛 好像几天都没有睡觉了 再看看左雪梅 一副万分惊恐的样子 坐卧不宁 刘俊义更是狐疑 他试探的问道 你这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秦家明非常沉着 说道 从桥头 守桥的武警战士那里借的 秦家明一边说 一边随手把刺刀卸了下来 问刘俊义 这枪刺你要不要 刘俊义大吃一惊 他参过军 知道武器对于战士的重要性 哪里能够乱借给别人打猎 况且就算枪是借来的 你把刺刀送人了 还怎么还呢 显然秦家明在说谎 肯定他拿着枪 干了什么坏事 躲到这里来了 刘俊义是基本民兵 明白只要射枪暗线 就没有小案 现在秦家明躲到他的家中 他执行不举 就是包庇罪 恐怕最少要蹲个一二年的牢房 虽然是朋友 还是远方的亲戚 但是这年头 亲兄弟还互相出卖了 更别说远方亲戚了 一瞬间 刘俊义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稳住秦家明 然后去报警 不能让自己牵连进去 刘俊义说 我要那枪刺没有用 来来 你们先休息 我在松树台订了啤酒 我去取回来 家里有饺子 有肉 我回来之后 咱们好好喝点 今天是大年初一吗 听说刘俊义要走 秦家明有些紧张 你走 把门锁上 只要有外人进来 我就 刘俊义赶忙说 没事 放心吧 我去去就回 刚离开家门不远 刘俊义就遇到了民兵队长 刘俊义赶忙问 你们是不是要抓秦家明 他干什么坏事了 民兵队长说 杀人了 还杀了好几个 刘俊义说 啊 杀了好几个人 这 略加思索 刘俊义向民兵队长 汇报了情况 让他立即报警 一面拎着啤酒 飞速的赶回到家中 稳住秦家明 专案组得到报案以后 立即用爆化机 向所有部队发出命令 火速向中寨子村靠拢 下午五点十分 各路民警一起开赴春子 同时命令刘俊义 一定要稳住秦家明 东北小村子根本没有外人 虽然警方非常小心 但是警车的发动机声 还是惊醒了秦家明 搂着枪睡觉的秦家明 忙问刘俊义 咋回事啊 哪里来的车 快出去看看 聪明的林俊义赶快回答说 没啥 坐小汽车串亲戚的 往领上去了 真气派啊 百年都现在化了 此时 各路警察已经包围了村子 场面很大 当时官方媒体显到 当车行至去中寨子村三华里处 局长李文喜和市局严大队长 亲自率领干警 汽车向中寨子村迅速跑步前进 及时赶到去凶犯藏身200米处的 一居民家建立了前沿临时指挥部 这时本西县张博义副书记 金伟副县长一起到达前沿指挥部 省公安厅副厅长白云涛张国光和市局副局长刘学邦张荣堂等领导 率领公安干警从偏领乡相继赶到现场 一起研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研究决定由刘俊义带路 市武警支队孟庆春和局长李文喜 负负负责指挥率领市县八名武警战士和县公安局四名干警组成抓捕小组行动 得到命令以后 刘俊义赶快返回家煮熟了饺子 影帝刘俊义用大碗断了上来 有张罗炒菜喝酒 嘘寒问暖 经过几番周折 秦家明见见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他脱下衣服 又从裤腿里抽出一把正亮的短刀放在枕下 和左雪梅一起钻进了被窝 同时秦家明叮嘱刘俊义 你今晚也睡在这里 刘俊义立即回答说 行你们先睡 我呀去玩一会儿扑克牌 免得别人来咱们家玩 看到你们 秦家明听到最后那句话 也就不加阻拦了 临走时 刘俊义已经考虑设法夺走那把枪 为了抓捕秦家明做准备 刘俊义说 今天抗热 小心 子弹被火烙着了 你们别搂着他睡了 秦家明也没多想 将冲锋枪从被窝里取出 放在了抗檐 几天没有合眼的秦家明 很快就熟睡了 刘俊义在出去之后 向指挥部报告 秦家明已经躺下 指挥部认为秦家明随时可能发现村子被包围 不能拖延 果断下令 马上行动 抓捕小组的武警战士 全副武装立即行动 跟随刘俊义潜入刘家处方 为了避免伤亡 刘俊义主动承担了夺枪的任务 再次进户 秦家明在被窝里面迷迷糊糊的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刘俊义支支吾吾的说 玩扑克的人太多了 没有我的份了 干脆不玩了 放几挂鞭炮再睡觉 同时刘俊义假装去鞭炮 几步走到抗前准备拿枪 此时秦家明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 刘俊义 你干什么 刘俊义顾不上回答 一把将枪抓到了手里 然后立即向房屋的角落逃去 就在这时 还没有等秦家明反应过来 几名武警战士从重防一下子冲到了屋里 秦家明大惊 伸手一摸 冲锋枪已经不在了 他急忙伸手去枕头下摸刀 但是还没摸着 就被几个武警战士 按手的按手 按脚的按脚 放倒在了炕上 秦家明拼命了挣扎 但是哪里敌得过这么多人 被死死的压住 动弹不得 武警又对缩在被窝里 发抖的左雪梅说 你快穿上衣服 跟我们走 这时 秦家明突然停止挣扎 说了一句什么 带队的武警军官 没有听清 问道 你说什么 秦家明说 这不管他的事 都是我干的 他是被我劫持的 你们不要为难他 秦家明束手就擒 同时缴获五六十冲锋枪一支 子弹六十一发 匕首一把 刘俊毅出卖亲戚和好友 也没有白干 事后警方对刘俊毅进行了奖励 给他立了二等功 市政府专门发给了奖金三千元 全家户口进城 本人安排工作 由此 217特大枪杀案告破 有意思的是 当年的大案 一般是不向社会公布的 即便是这种连杀八人的重大恶性案件 也是一样 直到今天 我们只知道秦家明肯定已经被枪决 但是 左雪梅是怎样的下场 却没有人知道 一个本期的朋友 私下告诉刘大明白 左雪梅当年也被判刑 但是刑期并不长 现在早已出狱 据说他终生没有结婚 其实啊 这个秦家明和左雪梅根本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啊 如果他们相信法律 可以依靠法律 去追究 那个秦寿 养父的责任呢 不见得 非要去杀人呢 更别说 还杀了好几个 无辜的人呢 只是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呢 各位老铁呀 如果 让我和秦家明换一个位置 说不定 也会拿枪 干掉那个老头啊 给你足 ligaw coal 是 unfold 找rine яж 刚刚 找门 冬 tirar 冬 条 要 冬 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